法式风格这么迷人,到底要怎么修炼呢?想要营造法式风格,只要掌握以下几点,就能打造这种随性自然范儿了。 法式风格中第一个重点,就是自然,不做作的大女人气质,整个人都是随性而放松的,而这体现在穿搭中,就是全身轮廓的宽松舒适。 既然在穿衣线条上不可以强调女性气质,那法式穿搭的迷人和优雅体现在哪呢? 自然是露夫度,这也很符合法国人浪漫、性感、较为开放的理念,所以,法式穿搭中适当的陆夫是必要的,不要将自己裹得过分保守。 大概是因为法国国旗是由红白蓝这三种颜色组成,在法式穿搭中,这三种颜色十分常见,可以说占了很大的比重,也就是说这三种颜色,随意组合穿出的感觉,会更贴近法式风格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